经过了数日的预热,由任嘉伦、李兰迪、徐正希等主演,备受关注的古装剧《流水迢迢》,也是在近日正式空降定档,确定将会在9月14日迎来首播,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要知道,在结束了暑期档后,9月当期中开播的剧集大多都是都市和年代题材,为二的古装剧,四方管、长乐曲,整体的表现也低于了预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剧情精彩,阵容和制作豪华的《流水迢迢》能空降播出,显然也是让观众又有好剧可追了。 根据高人气小说改编的《流水迢迢》,是一部融合了权谋、江湖、战争、爱情等诸多元素的古偶剧。 为了守护子民,甘愿在敌国底层沉沦的少城主,出入江湖的少女,再加上有城府但也有心胸的权臣,三位主角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后, 上演了一出十分精彩的故事。 在曾经一手打造了诸如一念观山的实力派导演周靖涛作镇下,《流水迢迢》不论是富有特色且精美的浮化道, 又或者是整体的剧情节奏和动作戏呈现,都有着绝对出色的质量和实力, 称得上是同期作品中的又一天花板。 而担当男女主的人嘉伦和李兰迪,则都是各个年龄层中的佼佼者。 两人都有着非常出众的颜值,古装造型也是屡屡火出圈, 再加上过往作品中展现出来的超强演技实力,显然能带给剧集足够的竞争力。 在《流水迢迢》里,男主任嘉伦从蛰伏到谋划, 既有少年刺客的造型,也有着红衣全臣的造型,可以说是帅出了新高度。 李兰迪也是在红衣、粉衣等多套造型中,展现出了非常出圈的古装驾驭度, 整体的颜值也是让人惊喜。 两人在剧中的表现和匹配度显然是足够的, 但李兰迪此前刚刚被曝光了和张新成的恋情, 这无疑会影响到他和任嘉伦的CP感, 这也将成为剧集成绩上线的最大影响因素。 除了任嘉伦和李兰迪外, 在剧中担当男二号和女二号的则是徐正希与张亚钦。 这两位同样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也都是公认的古装俊男美女。 通过预告和剧照来看, 两人在剧中的表现出色, 已然会成为剧中另一大核心看点。 特别是已经宣布退圈的徐正希, 必定会在剧集播出后引发诸多的话题, 这显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剧集成绩的上线。 甚至说若流水迢迢能大爆, 徐正希付出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除此以外, 余下的高涵、 朱元斌、 徐小伟、 张峰义、 陶欣然和姚池、 继萧斌、 曹斐然, 同样是清一色的实力派。 有他们的参演助阵, 流水迢迢的阵容实力和竞争力已然是爆表的存在。 毫无疑问, 流水迢迢播出后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毕竟, 不论是极致拉扯的情感线, 又或者是充满反转的全眸线都有足够吸引人的点。 再加上人家伦过往的抗剧能力, 无疑会让流水迢迢具备极其出色的成绩上线。 若李兰迪的恋情话题不再发酵, 在剧中能与人家伦展现出足够的CP感的话, 那流水迢迢更是有望成为九月古装剧新王炸, 在各个方面收获足够出色的成绩。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逍遥未播鲜活》, 谭松韵古装绝美, 赵丽颖惊喜客串, 这句得爆。 在一众带播的古装剧中, 谭松韵, 侯明浩主演的逍遥, 一直都有着非常高的关注度。 特别是赵丽颖的惊喜客串, 更是为整部剧带来了足够的热度和话题度, 妥妥的未播鲜活。 由实力派导演徐济周指导的逍遥, 是一部以男女主的成长和爱情纠葛为主线, 讲述了人族少女逍遥在意外开启了万妖古奇幻之旅时, 结识了万妖之王红叶。 两人从不打不相识, 再到了解和认可对方, 最终也是携手解决掉三界危机, 收获美好未来的精彩故事。 人族少女和妖族之王的故事, 其实在过往先偶剧中也都有过类似的设定。 但逍遥则是在固有的剧情套路之上, 融入了更多的关乎于守护、责任以及天下大义等元素, 使得整部剧在男女主的爱情以外, 还有着足够的剧情看点和精彩度。 并且, 徐济周作为业界公认的实力派, 对于作品的剧情和制作把控, 也是有着极高的水准。 虽说剧方目前并没有发布任何的预告, 但从此前的剧照以及各种拍摄路透中, 我们确实能看到整部剧的浮化道、动作戏的呈现, 都有着非常高的质量。 而出演女主的谭松韵, 在凭借着诸如《你比星光美丽》、 《龟鹿》等数部都市严情剧, 并且也在电影圈有所斩获之后, 也是终于迎来了自己首部仙侠女主剧。 五官甜美、气质清新自然, 并且自带可爱属性的谭松韵, 原本就有着极其出色的古装驾驭度。 早先在锦衣之下等古装剧中, 谭松韵的那份灵动自然感, 更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记忆点。 此番在逍遥中, 谭松韵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在颜值和气质更为的出色, 角色带入感也更强的情况之下, 谭松韵的古装造型堪称绝美, 白衣造型的仙气飘飘, 黄衣造型下的灵动, 粉衣造型的甜美, 以及蓝衣造型下的清新, 每一个古装造型都美出了新高度。 并且从相关路透和剧照来看, 谭松韵也是与女主逍遥展现出了足够的代入感。 那份感想感作, 聪明伶俐又带着几分调皮的人设, 在谭松韵的演绎下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 以至于让人无比地期待她在正片中的表现。 担当男主的侯明浩, 在逍遥中的表现同样是非常的出色。 在以护心彻底打开了古装赛道的大门后, 侯明浩也是接连出演了诸如大梦归离、 少年白马醉春风等多部古装剧。 可以是帅气儒雅的翩翩君子, 也能是桀骜不驯的妖族大神, 侯明浩出色的角色全是能力, 每一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和谭松韵的搭档中, 侯明浩以黑色为主的造型, 显然也是多了几分霸气。 在颜值、演技和人气都不相上下的两人, 在剧中超强的CP感, 更是将有望成为未来最好科的一对荧幕情侣。 除了男女主外, 赵丽颖则是逍遥目前唯一曝光的客串。 作为终生代女演员中绝对的佼佼者, 演技扎实、古装造型唯美的赵丽颖, 不论是角色表达, 又或者是颜值和人气, 都会给剧集注入绝对的竞争力。 虽然目前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并未曝光, 但以她的年龄和演技特点, 很大概率会出演主角母亲或者师父类型的角色。 试着想想, 若赵丽颖能出演谭松韵的母亲或者师父, 整个画面显然也会是无比的养眼。 暂定明年暑期档播出的《逍遥》, 目前已经处在了后期制作中。 以剧集的实力, 和谭松韵、赵丽颖、侯明浩等主演的人气, 整部剧在开播后, 必定会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毕竟就单单赵丽颖客串的这一话题, 就已经足够让人期待了。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雨林林火热来袭, 杨杨去游, 成功率出新高度, 女主人选更是惊喜。 作为正午阳光出品的首部古装剧, 已经确定, 由杨杨出演男主的雨林林, 相关的开拍进程, 一直都是诸多网友关注的焦点。 在经过了数月的紧张筹备后, 雨林林也是在近日, 加快了推进速度。 不仅有了9月底开拍的时间, 而且官微更是提前发布了 首版男主的概念视频, 也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只见在官微发布 以男主杨杨为主的视频中, 除了展现了一些拍摄方式和里面外, 身着黑衣, 清爽侠客风格的发型, 以及手持常见的杨杨, 可以说是帅出了新高度。 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是让不少人惊呼, 杨杨不仅去游成功, 而且还打开了全新的古装颜值赛道。 要知道, 杨杨虽然是公认的帅哥型演员, 也凭借着诸如特战荣耀, 你是我的荣耀等剧中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只不过, 因为此前的且是天下中的端着眼, 和我的人间烟火里, 略显用力过猛的表现, 让杨杨一度被不少网友诟病为, 太游。 但很显然, 在新剧《雨淋淋》中, 杨杨对于角色的表达要更为的细腻, 所谓端着眼和油腻等演技瑕疵, 也是当然无存。 特别是清爽无比的装造, 称之为具有成功或也是十分的贴切了。 而在原本就有着出色制作班底, 看点充足剧情, 以及豪华演员, 配置的情况下, 杨杨如此超预期的表现, 更是让整部剧的实力大增, 整体的竞争力也是迈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根据高人气小说改编的《雨淋淋》, 由实力派导演刘洪源指导, 讲述了南侠展招, 锦毛鼠白玉堂, 以及玲珑山庄大小杰或玲珑三人, 被意外卷入到了襄阳王叛乱事件, 在经历了种种的危机后, 最终在携手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后, 挫败襄阳王阴谋, 还百姓安宁的精彩故事。 熟悉的角色名字, 不一样的故事内核和精彩, 《雨淋淋》在融合了探案、武侠和朝堂等诸多元素下, 整体的剧情看点和精彩度无疑是非常充足的。 而除了担当男主的杨阳外, 《雨淋淋》的女主则是由张若南来出演。 作为新生带小花中的佼佼者, 长相甜美, 演技在线的张若南, 无疑是目前上升势头最为迅猛的女演员。 虽说没有太多古装剧表演经验, 但张若南的颜值底子摆在那。 从此前竹页片中的装造和表现来看, 张若南对于古装有着非常出色的驾驭度, 而且,《雨淋淋》的女主霍玲珑略显刁蛮任性的性格, 也是十分地契合张若南。 即便是回到古偶剧最重要的CP感上, 张若南和杨阳的组合, 不仅会非常的扬眼, 称得上是古装炎霸CP。 而且, 两人的热度和实力也会有着足够的竞争力。 并且,《雨淋淋》的配角中还有着方毅伦、张于熙、 刘亦军和刘林等一众老熟人。 这其中既有颜值演技兼备的当红小花生, 也有着演技出色的实力派。 整个《雨淋淋》的演员阵容层次感鲜明, 不论是颜值和人气, 又或者是演技和抗剧能力, 都有着足够出色的实力, 甚至称得上是古装天花版级别的配置。 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洋洋解锁古装清爽造型, 女主张若南也会每出圈的情况下, 剧本过硬, 制作班底豪华的《雨淋淋》, 势必会成为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之一。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